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名女性自始自终都没有离开过公寓 她是在自己的家中神秘消失的 一位妙龄女性竟然在自己的家中神秘消失 这起事件一经报道之后很快引发了日本全社会的轰动 人们将它称为江东公寓神影事件 那么受害者女性究竟是去了哪里了呢 这一切又是怎么一回事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2008年4月18日的这一天 失踪的这一位女白领名字叫东城刘里香 刘里香是长野诗人 家中一共有姐妹三人 她排行老二 一直到2007年3月份 也就是案发的一年之前 她才刚刚从东京进交的一所女子大学英文科毕业 由于姐妹三人都在东京上学 所以在搬家以前 她们都是三个人一起住在东京锦细町的一所公寓里面 后来妹妹回了老家 刘里香和姐姐就从原本的公寓里面搬了出来 2008年3月1日 刘里香和姐姐东城惠美搬进了位于东京江东区的新公寓 之所以会选择这所公寓 是因为姐妹俩人在考察过附近大大小小的公寓之后 发现该公寓大楼里面的监控防盗设备是最为完善的 因为平日里面家中只有姐妹俩人 出于安全的考虑 所以她们选择了这所公寓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最为稳妥的选择 却成了这一切噩梦的开始 2008年4月18日这一天是星期五 早上7点45分 姐姐起床时发现妹妹刘里香 正在厨房里面做着两个人的午餐便当 刘里香告诉姐姐 今天有土豆饼 你的那一份我也已经炸好了 说完这些 刘里香就将自己的那份便当 放在了一直使用着的蓝色便当袋当中 18点20分 先姐姐一步出门了 由于在当时的日本 卧鬼自杀事件偶有发生 所以临出门前 姐姐还叮嘱刘里香说 如果电车停了 没能够按时发车 要记得给我发消息哦 刘里香答 好的 那我走了 由于姐妹俩关系很好 又住在一起 所以每天都会向对方 报告自己的行动路线 案发当天也不例外 大概是在晚上7点半 姐姐收到了刘里香发来的消息说 我到家了 姐姐则回复说 我知道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晚上8点半 姐姐下班回家了 可刚到家门口 就发现了一些 十分不寻常的事情 公寓的门没有上锁 玄关当中摆放着妹妹刘里香 当天穿着的长靴 早上装午餐盒时 所使用的蓝色便当袋 就已落在玄关的地面上 这些都能够证明 刘里香的确是回来过了 可是在屋子里面 并没有发现她的身影 一开始 姐姐只是以为 刘里香是因为什么突发事件 临时出门了 但是她在公寓当中 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 迄今还一直尝试 给刘里香打电话 或者是发短信 可是怎么都联系不上她 这个时候 姐姐已经坐不住了 她十分的担心 又去公寓外找了一圈 但依然是一无所获 可就在姐姐返回公寓的时候 她猛然地注意到 玄关处的一本杂志上 竟然有几滴红色痕迹 这让姐姐更加不安起来 再次检查之后 姐姐惠美发现 厨房里面少了一把刀 还有一块毛巾 被裁成了两半 其中一半已经不翼而飞 姐姐的不安 在此刻达到了顶点 立即掏出了手机 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在十几分钟之内 便赶到了现场 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搜查之后 警察在玄关处 收集到了少量血迹 以及不属于姐妹俩人 任何一个人的第三者指纹 由此警方推测 刘里香可能是在刚回到家 便在玄关内遭到了袭击 之后被袭击的他 应该是被人带走了 袭击者应该是尾随其后 等到他开门进屋的一瞬间 强行的闯入 从背后进行袭击的 从玄关处留下来的血迹来看 犯人没有使用任何武器 是赤手空拳对刘里香 进行殴打的 警方立即调出了公寓出口电梯 出入口等所有监控录像 但遗憾的是 并没有任何监控设备 拍下过疑似刘里香 被绑架带走的影像 监控设备最后拍到 刘里香的时候 是他回到公寓时 走出电梯的画面 于是 警察只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刘里香一定还在 这栋公寓里面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警察开始在公寓内部 进行排查 挨家挨户的 上门询问所有公寓住户 想看看有没有人 在案发的时候 听见或者是看见 可疑的事或者人 刘里香和姐姐 惠美所住的公寓 是顶层的916号市 由于该公寓 是去年才刚刚完工的公寓 入住率很低 所以 警方在走访调查 该层的时候 住了人的房间 只有914和918两间 当晚警察询问到了 914号房的男性住户 林木 林木表示自己 没有见到 或者是听到任何的异常 而另外一位 918号市的男性 住户星岛 在警方上门 调查的时候 不在家 由于该栋公寓 有三分之一的房间 都是空着无人居住的 可调查的对象 十分有限 所以警察在当晚 进行初步排查的时候 并没有获取到 什么有用的信息 时间来了的第二天 4月19日 警方开始对 该栋公寓内的 所有住户房间 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还随机对公寓住户 进行了指纹采集 想看看 有没有一枚指纹 是可以和案发现场 所遗留下来的 那枚指纹 匹配上的 但可惜的是 并没有 通过了警方的调查 两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 也是非常简单 也并无何人有过仇怨 那么 袭击者绑架 刘李湘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案件迟迟得不到进展 日本舆论哗然 民间各种猜测说 难不成 刘李湘是遭遇了神影了吗 可熟悉日本的朋友们都知道 日本传说当中的神影 一般都是发生在 荒芜人际的深山老林里的 像这样发生在 有住户居住的公寓里 实在是闻所未闻 警方在此刻 不得不向一个 最坏的方向思考 那就是刘李湘很有可能 已经遇害 而他的躯体 已经被人分开藏匿了 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 为什么整栋公寓里面 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时间来到了 一个月之后的 5月24号 其实 在最开始进行 住户指纹采集的时候 有一位住户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的 因为他恰巧在 案发当日 接触过腐蚀性的化学品 以至于采集了 十根手指指纹 没有一枚指纹是清晰的 此人正是住在 918号时的男性住户 星岛 就是警方案发当晚上门 询问时 不在家的那一位邻居 警方想 一个月都已经过去了 指纹也应该长好了吧 所以便再一次地 对星岛进行了突击检查 而这一次 警方成功采取到了 星岛的指纹 根据比对 星岛指纹和案发现场 找到的那枚指纹 完全匹配 至此 警方可以非常肯定的是 住在918号房的住户 星岛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第二天 警方就以 强闯民宅的罪名 对918号房住户 星岛进行了紧急逮捕 星岛贵德 男案发是33岁 他在2月9日 也就是俩姐妹搬来前的三周 才刚刚搬进来 他的房间 离刘李湘和其姐姐 租住的房间 只隔了两户 但是隔着的两户都是空室 当时并无人居住 5月25号当天 星岛被捕之后 警方在他的浴室房间内 都采集到了微量血痕 经过法医的鉴定 该血痕 与失踪了一个多月的 刘李湘的DNA 完全吻合 至此可以肯定的是 刘李湘已经遇害了 在后续的调查当中 星岛表示 自己和刘李湘并不熟 作案动机 只是因为想要囚禁一名女性 并且对其进行调教 他表示自己早就已经开始 物色目标了 恰好这时候 隔壁搬来了一对姐妹 于是在监控了姐妹两人 一周之后 他就将妹妹刘李湘 列为了自己的第一个调教目标 但遗憾的是 在逮捕星岛当天 警方依旧没能够在他的房间内 找到刘李湘 既然只是想要将他关起来的话 那他又为何在房间各处 都找不到他的身影呢 如果已经将他杀害的话 那么他又被藏到了哪里去了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 该起案件的案发过程 也渐渐浮至水面 可真相是所有人 都没能够预料到的 因为该案件 无论是作案动机还是作案手段 都是无比的血腥以及残忍 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那么 让我们再次回到4月18号当晚 看看那一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4月18号晚上7点半 就在刘李湘和姐姐发完短信 用钥匙打开公寓大门 进入玄关后不久 住在隔壁918号市 等待了多时的星岛 便尾随他进了屋里面 星岛一进来 便开始尝试控制刘李湘 刘李湘受到了惊吓 开始激烈地反抗 这一举动激怒了星岛 于是他用拳头猛烈地殴打刘李湘 滴落在玄关旁放置的杂志上的血液 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下来的 随后 星岛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 威胁刘李湘让他跟着自己走 刘李湘不得已只能够屈服 这个时候 星岛还用刘李湘房间内的一件 粉红色运动外衣 罩住了他的头 又从厨房拿了一把刀 将桌上随意摆放的毛巾 裁成了两半 用其中一半绑住了他的双手 这才将他带入了 仅仅两间之隔的自己的公寓内 将刘李湘带入了房之后 星岛本想要对他实行侵犯 但是再次受到了他强烈的反抗 无奈之下 星岛只能够放弃侵犯的念头 当天晚上10点20分 星岛家的门铃忽然响了 正是接到报警后 挨家挨户进行询问的警察 透过猫眼看到外面是警察的时候 星岛吓了一大跳 他没有想到 不过才几个小时的时间 警察就找上门来了 这让他十分的慌张 不过他还是装作不在家的样子 躲过了警察的第一轮排查 20分钟之后 越发忐忑不安的星岛 装作去楼下便利店的样子 故意接近了在楼道里进行调查的警察 他想要借此探探警察是否是因为 刘里香的事情才上门询问的 可还没等他接近 警察就主动上前询问道 九楼有一个女孩失踪了 请问你知道相关的信息吗 星岛这才确定 警察已经开始寻找刘里香了 害怕被发现的星岛 冒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他想 只要让刘里香永远消失 再也不被找到 那么警察自然也就不会来逮捕自己了 于是 星岛装作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警察寒暄后返回了自己的公寓内 他一进门便静止走到的厨房里 拿了一把尖刀 随后便走向了被束缚着 动弹不得的刘里香 用尖刀结束了刘里香的生命 然后将其搬进了浴缸 随后 他从房间里面 拿来了一把伐木用的锯子 开始进行着让刘里香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计划 当天晚上 他将刘里香的躯体分开之后 分别藏入了冰箱和床底纸箱 就这样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日 此刻还在房间内交集等待着消息的姐姐 绝对不会想到 自己苦苦寻找的妹妹刘里香 就在离自己两世之隔的地方渐渐消逝 第二天 4月19日 警察开始对公寓的房间进行逐一排查 星岛的房间也不例外 此时 他已经将刘里香分别藏在了冰箱和散落在房间各处的纸箱内 星岛房间内的纸箱非常多 警察很难在众多的纸箱子里面发现异常 而且在警察来的时候 星岛不仅主动地将一些纸箱子打开 拿出来给警察看 甚至表现得非常的热情 警察看他的样子也没有什么异常可疑的 在简单地查过了星岛公寓的天花板和一部分纸箱之后便离开了 离开之前 警察要求采集星岛的指纹 但是星岛早有准备 在前一天晚上便用腐蚀性的化学品磨损了指纹 让指纹变得难以采集 可这一行为虽然没能够让警方在第一时间认定他有犯罪的行为 但是也引起了警方的足够重视 由于星岛处理尸体的手段十分的残忍 这里就不详细地和大家交代了 总之 从19号开始 星岛就想尽一切办法处理琉璃香的躯体 一直到21号为止 他已经将大部分的遗体都处理完毕 另外 因为该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以公寓楼下每天都围满了大量的媒体记者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就在星岛忙着处理躯体的同时 他也十分热情地接受了采访 采访当中他还面带着微笑 与其和善轻松 表现得就像是一个路人一样 刘里香的家人们在得知了调查结果之后 悲痛欲绝 联合检方请求判处犯人星岛死刑 星岛的犯罪事实是无法争辩的 但是星岛的并护律师主张 该案件并不是有计划性的谋杀案件 而是冲动犯罪 他们的理由是 星岛用来处理躯体的工具 并不是案发前专门去购买并且准备的 而是一些原本就放在房间内的物品 所以辩护方认为 死刑太过严重 应该改判为无期徒刑 辩护方还打出了感情牌 说星岛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和他的家庭环境 以及小时候的经历都分不开关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星岛究竟有着怎样的一个过去 星岛贵德1975年出生在岗山 家中包括他一共有四口人 除了父母外 他还有一个妹妹 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可以说从小家庭条件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昭和男人 在日本昭和男人指的是那种非常强势 在家里面说意不傲的老派男人 所以星岛的父亲对这个长子是十分的严厉 大概是在星岛两岁的时候 他的大腿因为意外被严重烫伤 虽然在移植了臀部的皮肤之后得以恢复 但还是留下了难看的疤痕 因为这个疤痕 星岛在上学之后经常会受到同学的嘲笑 他十分苦恼地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父亲 但是父亲认为他太过于脆弱了 从此便禁止他穿上长裤 只许穿短裤 要他大大方方地面对自己的缺憾 但是这样一来 去上学的星岛受到了同学更多的嘲笑 逐渐发展成了极其严重的心理问题 这也导致自卑的星岛从来没有和女性交往过 他对于女性的认知 全部都来自于一些漫画游戏 渐渐地 他对于性的观念也越来越扭曲 他开始沉浸在自己的性幻想当中 想要找一个女性 让她成为自己的奴隶 案发之后 警察曾经在他的搜索引擎浏览记录里面 发行了大量不倒温等关键词的搜索 可见 星岛从很早开始 就已经有着非常异常的性幻想了 中学毕业之后 星岛去了岗山的县利高中 专攻情报处理学科 高中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大手游戏制作公司上班 他原本是想成为一名程序员的 但是却被公司分配到了游戏中心当店长 这让他非常不满 所以很快便辞了职 紧接着 辞职之后的星岛便进入了一家电脑相关企业 成为了一名派遣程序员 由于他出色的编辑能力 每月都会有50万日元的收入 事发之后 和星岛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都表示 星岛是一个沉默的人 但是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人 实在是难以想象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009年1月13日 东京地方裁判所对该案件进行了出审 检方分别以杀人 损害遗体 抛尸罪 强闯民宅 猥亵等五项罪名 对星岛进行了起诉 1月26号出审 星岛被判处死刑 但是紧接着 星岛的辩护律师上诉说 以往的死刑判例都是犯人有过前科 而星岛的是出犯 并且他在犯案后积极地配合调查 也有着认真谢罪的行为 应该酌情处理 判为无期 2月18日 地方检察院接受了辩护方的说辞 改判星岛无期徒刑 但是检察官和被害人家属 对于这一结果始终是无法接受 于2009年6月11日 重新上诉到了东京高等法院 但是在9月10日 东京高等法院依旧维持了原判 星岛自此确定为无期徒刑 事件在这里就讲完了 这起事件让我想起了 在去年发生的多起 独居女性在家遇害案 或者是在下班的路上遇害的事件 社会当中总有这样那样的危险因子 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教育 引导等方式 让那些危险的人不要再做坏事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自己也一定不能够掉以轻心 加强安全意识 比如在家里 家门口都装上摄像头 回家之前 不要一直低头看手机 留意一下有没有人在尾随自己 网购的时候 地址也不要写到具体的门牌号 尽量找一个保安设施完善的小区 不要跟人透露你是一个人住等等 制作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收到过这样一条私信 放上来也是想提醒大家 这样的事情离我们真的很近 没有发生过 并不代表不会发生 所以请大家也一定要保持警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对于这起事件 或者是对于独居的话题 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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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